大家好,我是小琪 好多人都喜欢养绣球 绣球开花漂亮,颜色多变 而且品种花色都是比较多的 养它放到家中春季的时候 开花开爆的花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单花的花期 能够持续大半个月的时间 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说你想养 但是我们买到带花的 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买到家以后 刚刚开箱 你上面花非常的漂亮 开得非常的整齐 但是放到家中 经常出现打粘枯尾的情况 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们一定要记住 刚买到的绣球 千万不要放到强光底下去 首先它在纸箱里 带黑暗的环境中 待了那么长时间了 你突然间把它拿到强光下 它肯定受不了 就算人在一个全黑暗的环境中 一见太阳眼睛还生疼呢 对不对 所以说逐渐的增加光照 先让它在一个明亮光 散射光的环境中 去待上几天 然后逐渐的增加光照 让它直接接受强光照就可以了 这是一点最关键的 再一个呢 就是要定期的补充水分和肥料 它非常的怕缺水 因为它满头都是花 开花长叶都是需要水分的 水分缺失了 叶片打粘 花苞打粘 时间久了 这个花期就会缩短 直接整个花全部枯萎掉了 肥料也是比武克少的 现在在开花 我好多话也说 花期千万不要施肥 施肥会促进它长颜 谁说的 它的花苞要全部的张开 也离不开肥料 我们只需要给它什么肥料呢 只要给它去用八刀刀二号 一个月两到三四 等它的花全部都伸展开来了以后 我们停止施肥 等它把花卸了以后 再去给它补充一下其他的肥料 最基本的 如果你不想吃肥 可以在它盆土表面 撒在花式肥料 撒到盆土表面 保证盆土中不缺少养分 我们就能够让它 相对来说 会长得好一些 这就是绣球带花来 你应该怎么养分 你学会了吗 如果想去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